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邱佩玲 东森新闻云的执行董事 谢国良表示 新任副市长邱佩玲 相当擅长媒体企业跟政府三方的跨界整合沟通 相信她能够做到承上启下的沟通整合 同时借助企业丰沛的力量 可以替基隆创造更多生机 大家好 我是邱佩玲 很高兴可以加入基隆市的市府团队 我的父亲邱创怀从小就告诉我 公务神圣 人在衙门好修行 因此我就有很深刻的使命感 希望我可以帮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服务 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我过去在东森集团服务 我做过东森行销的总经理 超级电视的董事长 东森巨蛋董事长 还有目前现任东森新闻营的执行董事 我对于品牌的定位 整合行销是我最擅长的 基隆市好山好水 在谢国良市长勾勒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施政图 我觉得用我的经验一定可以将基隆的自然 人文以及美食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未来的规划 让基隆市不仅成为台湾人的骄傲 也成为国际大家上网的都市 很希望能够大家可以支持 也再一次谢谢能成为团队的成员 谢谢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10天的展期 吸引超过百万人次的总参观人数 不但让国人见证基隆的翻转蜕变 近期还接连获得台湾活动卓越奖 公共服务类银纸奖 以及专业杂志的颁奖肯定 从主办单位手中接下公共服务类银纸奖 基隆市政府观光级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认为 以整个城市为展场的 2022城市博览会 不仅是基隆市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场活动 更提高基隆城市光荣感 及有助于城市品牌行销效果 在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10天 那也吸引了超过100万人的到访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成果 还有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那也受到这些评审委员的 青睐跟赞赏 所以在这一次的公共服务类的卓越奖 银纸奖就颁给了基隆市政府 那我想城市博览会 从今年的6月10号到19号 那这10天我想对于基隆市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 是以整个城市作为一个策展 那分为ABCK展区 那我们这一次的策展呢 也导入了城市设计 那另外也结合了文化艺术 那更重要的是海洋保育的概念 通通都在里面 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策展呢 带给这个城市的市民呢 有提高城市的一个光荣感 跟这样一个城市行销的效益 所以我想这个对于城市而言呢 更是重要 为期两年的策划 加上三次活动延期 在疫情期间举办 更是对2022城市博览会 最大的挑战 在疫情期间 那我们能够克服整个疫情的管制 跟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可以在这个整个疫情的应对上 那也带来整个活动的效益 那我想这个是对于 整个活动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了台湾活动卓越奖 日前2022城市博览会 又获得Shopping Design专业杂志 年度概念展演活动奖项肯定 珍珠文表示 得奖是对所有参与 2022城市博览会伙伴的最大鼓励 城市博览会的结束并不是终点 而是为基隆未来建设 开创一个新起点 记者张启登金融报道 虽然选举已经结束 不过拿下安乐区市议员最高票 6527票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服务不停歇 无缝接轨 仍然持续到台北南港展览馆 除了谢票感谢大家支持之外 更持续关心基隆通勤族的各项问题 为大家服务 虽然选举已经结束 不过拿下安乐区市议员最高票 6527票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服务不停歇 无缝接轨 仍然持续到台北南港展览馆 关心基隆通勤族的各项问题 为大家服务不敢懈怠 离选举已经结束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吧 那佩祥还是在这边 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陪他们等车 大车 因为通勤族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才存在 而是这是我们基隆最精华的人力 那佩祥感谢我们通勤族的好朋友的支持 所以来这边算是个谢票的行程 从选举之后一个礼拜 那一直到今天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很直接的 通勤族所遇到的困境跟问题 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才会被人家注意 而是不停的存在的 像是9026路线跟班次的改变 1815班次的不足跟跳蛙 时常会有拖班的状况 那这些都是佩祥仍在第一线所观察到的 而佩祥也只有在第一线 跟我们好朋友一起面对这个事情 才能知道问题的所在 听取民意解决问题 林佩祥也怀着感恩的心谢票 感谢大家对他过去四年来 各项服务的肯定 让他有机会可以继续为通勤族 和市民朋友来服务 监督市政努力打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圣诞节快到了 基隆一家著名的面包店业者发挥创意 在二楼以及三楼外墙上 分别放置大型的充气圣诞老公公 货爬货座非常醒目 店里面也推出期间限定的拐杖面包等圣诞节商品 大型圣诞老公公在大楼外墙上 货爬货座水风摇摆相当吸睛 这是基隆市区一家知名面包店业者的创意 透过环境营造 希望让消费者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俏皮的圣诞老公公也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 有人很喜欢也有路过小朋友觉得蛮惊讶 我就觉得很有那个节庆的感觉啊 很喜欢经过小孩都会多看几眼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个装置艺术 而且他们家东西好吃啊 有一点惊讶 因为觉得那么大的气球怎么下上去的 应景又有创意的做法 也获得金融市议员同志伟的肯定 直说让整个商圈更有节庆气氛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节 是我们大小朋友非常重视的一个节庆 那这个气氛也非常的欢乐 那我想我们仁爱区的在地店家 有这样子的创意 把我们圣诞老公公攀爬爬在墙上 然后成功的创造话题 就是代表我们基隆人年轻人的创意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惠隆市场的地方创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店家一起来努力行销 我们整个商圈会是一个仁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 除了营造洁境氛围 这家知名面包店还推出期间限定的圣诞节商品 有加入冰分卵糖的拐杖面包 还有圣诞老公公及可爱迷路的造型蛋糕 像这种拐杖面包 我们是用那个巧克力淋酱上去做的 然后它还有棉花糖跟卵糖是小朋友的最爱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巧克力 这是我们圣诞节就是用圣诞老公公去做的生日蛋糕 然后上面都会有草莓 因为现在草莓季 所以我们都会用新鲜的草莓下去做装饰 业者表示店里所有圣诞商品全民打九折到十二月底 想要感受圣诞节欢乐气氛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全国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结果出炉 基隆市职业学校今年获得六座金手奖 光荣基商二姓各得两金 其中光荣职校美法组除了个人金手奖之外 也荣获团体奖 再次报回金手奖 光荣加商师生的努力备受肯定 荣获商业简报金手奖的罗子欣同学 不但在学业表现名列前茅 逻辑观念上也相当清楚 运用所有的时间冒足全力练习 从87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练习最大困难是解题 因为要在短时间内 就有限的时间内 就是阅读大量文字 然后抓重点 我要感谢我的竞赛指导老师范胜兰 他都有帮我安排进度练习历届的题目 最困难的是要坚持下来 很开心最后真的可以如愿获得金手奖 另外获得美髮组金手奖的蔡雅文 高一时展现她在美髮技艺方面的天分 这次考题又设计出有AS型的发型 深获评审青睐 一天练习超过10个小时 也克服学科比试 最终从65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我觉得比较大困难就是学科的部分 但老师的指导之后会更进步一点 另外还有讲究专业技巧 创意表现与切合主题的美颜组 与时间竞赛的文书处理组 还有展现内容主题 着重创意制作技巧的教具制作组 代表光荣家商的八位选手 共取得了两金手五优胜 获奖率差点百分百 在我们今年参赛的组别里面 家世类科我们参赛了三个组 六个选手 那六个选手里面 五个孩子获得一金手 然后四个优胜 另外的话商业类科 我们参加了两个组别 那一个组别一位选手 获得金手奖 另外一位获得优胜 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将近半年的时间集训 那孩子们牺牲假日 老师陪同指导练习 那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孩子们对于获奖的一个期待 也都非常的强烈 所以呢 愿意在老师的陪伴指导之下 然后用更多的时间来练习 那经过无数次的一个测试 所以我想孩子们的斗志高昂 然后他们对于老师的指导充满信心 也是这一次他们能够获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弹性多元的课程规划 引领学生在技职道路上 都能够在专业领域中 挥洒出亮丽色彩 未来进入社会都能贡献一己之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级终于上了 没关系 孤岛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由吉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承办的第40期藏青学院成果展 在文化中心演艺天举行 由土风舞班以及国际标准舞班等共同展演 现场也特地表扬各班专业老师的教导 以及班长们服务的辛苦 让学员们可以终身学习活跃老化 在文化中心大舞台上展现平日练习土风舞的成果 不仅仅女士们跳得好 男士们也扭得漂亮 更舞出健康和朝气 延欢老化 其实我三四十年前就有跳过 一两年 那时候当兵前跳过一两年 然后后来就等于说 现在年纪大了 65岁以上的长青班 有长青班有土风舞 所以我就参加了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啦 那你现在这个年纪 是 很好啊 很好 身体健康也好 对身体健康好 而且可以等于就跟大家 年龄相恍惚的人 聊聊天 反正就是互相交换心得一下 蛮不错啦 主要不是跳舞 主要是大家社交活动 大家年纪大一点 大家互相交换一下生活的心得 这比较重要一点 这活动蛮好的 是是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样很好 因为互相有一个这样交流对象 对人来讲的话 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在家里面就两个夫妻 两个人的话 就比较没有那种生气 有很多的等于同好人在一起的话 会非常的等于就是说 有一个活泼生气的 上课要想要去上课就很高兴这样子 由基董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承办的 第40期长青学院成果展 在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 由土峰舞班和国际标准舞班等 12个各类科班级共同展演 让学员们展现终身学习活跃老化的成果 第二楼我们有一个静态的展览 书法啦 绘画啦 摄影都在那边很优雅 然后很有品味 那今天呢我们的活动是动态的 那主要就是包含一下土峰舞啦 楼梁球啦 幸福拳啦 国标舞等等 那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同伴们呢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长青学院这样的活动 然后呢能够勇跃来报名 那我知道报名竞争非常激烈 不让土峰舞班专美于前国际标准舞班 一对对的搭档更是跳出银法族的活力和闪耀 长青闪耀 活力秀 这个题目首先给的印象就是 健康活力 快乐希望 那么把这样子的精神放在有事的时候 我感觉到特别的天气 为什么呢 因为基隆市所在创意的 所在努力的 就是建设一个学习型的城市 当一个人专注的学习的时候 不会 我相信这个队长者特别的有吸引力 相反的他会活得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活力 因为在学习 这里面是一个不断的反除跟创新的过程 从学习当中可以知道自己体会自己 然后去认识自己 然后永远的自己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可以永远有希望 现场更特地表扬各班老师的专业教导 以及班长们服务的辛苦 今年度长青学院总共有52个班 将近1300人 其中超过90岁的学员总共有8位 而在文化中心动态成果展现场 则是涌入700位左右的学员共襄盛举 除了有动态的展演 长青学院静态的书画展也在基隆市政府12楼的艺朗展出 展期到12月30号为止 欢迎市民朋友一起到市政府的文化艺朗参观 细细品味观赏长青学院学员们的作品 台北指南公和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日前举办免费保肝筛检活动 邀请肝胆肠胃专科医师为前150位民众 做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 也提供年满30岁以上民众免费肝炎及肝癌筛检 艺人李方文因为工作关系日夜拍戏生活作息不固定 日前左下腹部闷痛 发现多颗息肉 目前正做进一步检查当中 让他深感健康的重要 他周末到台北指南公保肝筛检做代言 呼吁大家不要找任何忙碌做借口不去检查 早期发现疾病都可以早期治疗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喝酒那肝硬化的 这几年啊 然后什么 因为长期的破饶啊 吃太好啦 胆固醇啊 我都觉得说告诉自己 我们要爱自己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定期的检查 請问 请问你 因为以前都不敢面对医生跟检查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 他会常常督促的我 去 因为我这几年 我平常心讲 我很怕到医院 我怕检查到外医怎么样 我会怕 对不对 所以 同样心态 对 我相信 你不要笑我 我相信在场一定有很多人 然后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呢 我觉得 没关系 我们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不管怎么样 先检查 真的有什么问题 再治疗 像台湾的医疗这么发达 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去年 我的经纪人就带着说 发问 你已经好几年没检查 去检查 一检查 哎呀 不得了了 大肠洗肉 割了12颗 12颗啊 对 你生活过得很好 生活过得很好 你怎么吃的嘛 对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吃的原因 还是饮食作息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许是家族遗传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乖乖的 嗯 这一年 是去年12颗嘛 我今年呢 上个月我刚检查 很好 进步 只剩6颗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这一场 这个免费的肝癌篩检 还有腹部超音波 如果没有再做所有朋友的大力帮忙 当然很多都是熟面孔啦 对 没有你们的大力帮忙 没有办法有今天这一场活动的诞生 但特地要谢谢我们这个指南公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干机会 当然啦 我们这么多年呢 我们在推广肝癌肝病的这个预防 还有筛检呢 我们是不遗余力 那当然指南公呢 我们主寺是吕洞兵 吕祖先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这个吕洞兵 他一直有告诉大家 我们要走正道 我们要教化 我们要行善 那我们干机会 刚好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都是走正道 走大路 因为呢 我们一直在教化大家 对于干一个知识的预防 但是我们也常常走小路 因为呢 很多的偏义乡没有大路 我们只有小路 但是呢 我们既然这不管大路小路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帮助大家的事情 藉由筛检 发现很多人不晓得自己 干有问题 因为干没有神经啊 所以如果干顾得好 就仿若我们这个猫空缆车 一路平安啊 然后可以去那边泡茶聊天 但是如果干顾不好 你就像坐云霄飞车啦 我们这个人生呢 会有很多惊声尖叫的地方 即使天空不作美 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后 民众还是踊跃参加 免费保肝筛检 玩起袖子抽鞋检查 今天的话就是因为 有这个免费的这个 肝脏的这个筛检啊 那因为第一个就是免费嘛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不只是就是肝脏的素质 那一般的那个癌症 的一些素质它 它也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是觉得这个 是蛮好的一个活动 对那也是对 回馈这个礼民啊 对啊 那对这个公立活动的话 当然也是 虽然天气很冷嘛 但是还是想要支持一下 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活动 能够参加抽血 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非常乐于啊 要进行这样子一个 健康检查活动 今天我们来参加 指南公跟台北好心肝 一起办的这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 抽血检查 跟副部参与的活动 我们大家礼民都很热情的参与 虽然说天后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大家参与的程度 非常的热络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 这一次的活动呢 往后每年都可以再继续举办 然后扩及到我们更多的礼民 那让我们附近这几个旅的 一些礼民都能够受惠 对 因为第一次办 我们也不想要大家 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回响 非常的好 那我们礼民给我的回馈 也觉得说 这个活动对在地的礼民 非常的有意义 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 能够伴下去 肝病每年夺走上万条性命 因此抽血筛检是基本动作 筛检出的B肝C肝炎患者 一定要再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才能确认肝脏是否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跟指南宫这边共同 来办这个活动 所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希望将来 有更多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天使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办活动 高主委刚刚也讲过 应该下雨 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相信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今天 比我们预料的 人潮来得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和 那也很高兴 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大家过去以来 我们干机会的活动呢 都成盟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共同的协助 才能够让我们在全台灣 本岛里岛 我们办了八百多场的 免费的筛检 我们的演讲超过一千次以上 同时呢 我们在去年开始 提倡这个 富富超音波的 我们这个全岛一干的这个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在台北市 我们的慢性肝病 在我们的这个 主要的死因当中 已经占到了第14年 那以及在癌症的这个部分 主要死因 肝癌是在第4年 所以像肝病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是没有声音的 让早期发现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筛检活动 非常有意义 这个雨啊 代表就是说 陆后啊 一个上来山上有仙气 所以有云有雨 代表女主很开心 虽然在造成大家 一点点的不方便 但是看到今天的盛况啊 我想啊 代表指南公共管理委员会 再次欢迎 同时感谢大家 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缘起啊 是Chris啊 以及我们 杨岳谷杨董事长 我们讲很久了 但是也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延了好几次 但是选择在今天啊 我想有特别 他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整个文山区 我们20个的里长 带领了我们的李林 以及我们政区长啊 带领了我们文山区啊 我相信 南公是旅主的道场 李主长的是修性修命 修心性啊 但是不只要修心性 还要照顾好你的生命 低肝代元者已有药物可控制 C肝更是有极高治愈率的药物 这些治疗费用全部健保给付 因此肝集会呼吁 BC肝病友尽早接受治疗 持续结合社会爱心上款 从事肝病筛检活动 努力找出潜藏BC肝患者 提升民众保肝意识 期望在主动出击之下 有效提升民众就医医院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制作人员 终于可以寄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推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这有一集终于上了 没续绷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她了 从那天开始 她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